好,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古文观止的第99篇《上德缓行书》 《上德缓行》它说的是上德主要指的是崇尚德政 缓行主要指的是宽礼行欲 所以这个缓主要是宽容的意思 宽礼行欲,然后上是崇尚 崇尚德政 所以这里边从标题就可以看出来作者的观点 这篇文章的作者不是很出名,叫做陆温书 他比这其他的大文学家并不是特别出名 他是西汉的巨鹿人 巨鹿这个地方,大家知道有个巨鹿之战吗 巨鹿这个地方大致在今天的河北 河北,也就是河北人 他自长君 自长君 然后他做官是通过,他不是通过考试 他是通过举孝连 就是下面那个都把他举荐上去的 举孝连,然后做了官 官呢曾经当过太守,也当过那个廷尉奏曹传 这个廷尉奏曹传这个官呢 相当于中央这个审判长官办文赌的这种蜀官 相当于秘书了嘛 大致在汉宣帝的公元前74年的时候 然后呢,上了这封上德缓刑书 他主要的核心思想就是反对严刑俊法 反对严刑俊法 我们看他具体的文章是怎么说的啊 好,看第一段 昭帝崩,昌义王赫费 宣帝除继位 这句话说的很简练 但是呢,汉的信息很多啊 我们先来说这第一句啊 第一句,昭帝崩,就是汉昭帝啊 去世了,汉昭帝去世之后呢 昌义王 那么汉昭帝去世之后呢 这个昌义王叫做刘鹤 刘鹤呢就被霍光啊 扶植为这个皇帝啊 扶植为皇帝 但是呢,这个人呢比较混乱 后来呢就把他给废除了啊 给他废掉了 废掉了 这个,所以这个是昌义王这个贺呢 他是五帝 这个贺啊,刘鹤啊 是五帝之孙子 五帝孙子,宣帝即位 接着那个霍光啊 大将军霍光呢 废完这个昌义王后又立了宣帝 这个宣帝呢就是指刘巡 刘巡 所以就中间呢 这是讲到了帝王的更替啊 的更替 然后,陆温书上书 一言议上德缓行 其辞约 这么这一段呢 主要是是国文官纸的编者 加了一段算是编者案啊 那么昌帝去世以后呢 昌义王刘鹤呢 也被废除了 然后宣帝呢就刚刚继位 那么温路书呢就上书皇帝 谈一谈应当怎么样 国家应当上德缓行 他在书中说啊 说什么呢 陈文其有无知之祸而换宫以兴 尽有离籍之难而文公用罢 这一话是讲了两个事情 陈呢听说呀 齐国有了无知之祸 齐桓公呢才因此兴起 那么晋国呢有了离籍之难 那么晋文公呢所以才可以称罢了啊 这里边讲的哪两件 第一个呢无知 齐国的无知之祸 他主要是指的是春秋时代的那个齐公子 他把他的国君齐湘公给杀了 自立为自己是齐君 但是后来呢又被别人杀掉了 杀掉之后呢 齐国就没有国君了 后来公子小白啊 公子小白呢就从居这个地方 山东居县这个地方 回到齐国继位 然后这便是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啊 他讲到了齐桓公 因为有了祸害啊 所以齐桓公才有机会啊 拿到了国君之位 那么晋有离籍之难呢 是离籍呢 他是春秋时代晋献公的宠妻啊 这是晋国的啊 晋献公的宠妻 晋献公的宠妻呢 但是这个离籍呢 就想把晋献公的三个大儿子呢 全部除掉 然后立自己的儿子西齐为太子 就是想扶植自己的孩子了嘛 当太子西齐为太子 后来他逼着那个太子身生就自杀了 那么公子崇尔和乙武就出奔了啊 就是逃跑了啊 但是后来的时候呢 崇尔又入到晋国 在秦国的帮助之下回到了晋国 这就是晋献公啊 晋献公呢 就是公子崇尔啊 齐桓公呢 就是公子小白啊 在这讲两件事 晋世赵王不忠 朱吕作乱 而孝文为太宗 这又讲了一件历史事件 他的整体是 晋世啊 赵王如意被害啊 赵王如意被害 朱吕作乱 因而呢 孝文帝做了太宗皇帝 再讲了叙数啊 我们先说赵王 赵王呢 是刘邦 汉高祖刘邦 那个宠击欺夫人的儿子 他名如意 然后封地呢 为赵 所以说呢 大家都称他赵王如意 后来呢 被吕后啊 就是下毒药 把他给毒死了 就是刘邦的妻子啊 吕后呢 下毒药把他毒死了 而且他把这个欺夫人呢 也杀掉了啊 这最后是诸吕作乱 吕购呢 吕购 刘邦死后呢 吕后就专权 然后他命他的侄子 吕产 吕陆 控制了整个中央军权 接着打击那些姓刘的诸侯 广封吕氏为王 所以说整个就是吕后在 刘邦死后 整个是吕后在乱政 而孝文文为太宗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那么吕后呢 死了 死了之后 他的丞相 这个陈平和太尉 周伯等 就盈利了一个 一个代王 这个代王呢 叫刘桓 孝文帝 其实就是刘桓 所以吕后死后呢 盈利了刘桓 刘桓呢 即就是孝文帝 孝文帝 是为太宗 太宗呢 是他的妙号 就是孝文帝呢 就做了这个 呃 离开圣人 也就是霍乱的发生啊 是将要为圣人的出现 开辟一条道路 顾 这句话的整体意思是说 所以七环呢 晋文呢 他扶植弱小 复兴那些灭亡的国家 扶威 威就是小 扶威呢 就是扶植那些弱小的国家 然后兴坏 兴呢是复兴 坏呢 指的是灭亡了的国家 在这指复兴的那些 已经灭亡的国家 尊文武之业 就是尊奉周文王 周武王的一业 就是德行的嘛 责家百姓 就是向百姓施加恩责 使诸侯得到好处 叫功润诸侯 然后接着 虽不及三王天下归人眼 他们的功劳 虽然赶不上古代的三王 但是呢 天下的人都称赞他们仁德 接着 文帝用私智德 亦成天心 宠人意省刑法 通官梁亦远近 敬贤如大宾 爱民如赤子 好 这边讲到的文帝 文帝呢 他具有这个深远的这种思虑 很高的德行 用私智德 就是深远的思虑 很高的德行 以成天心 就是说顺成天意 即位为皇帝 宠人意 是指宠上人意 然后省刑法 是指减少刑法 通官梁 是指开通官塞和桥梁 一远近 统一了远近 远近的各个地方 敬贤如大宾 尊敬贤 就像接待贵宾一样 爱民如赤子 伏爱百姓 如同保护婴儿一样 内 竖情之所安 而始之于海内 这个竖情 这个竖情指的是什么呢 推己及人之心 就要称为竖情 推己及人 就是说 推己及人 那么这样的话呢 他推己及人 关爱这个 关怀这个海内外的百姓 是以淋雨空虚 淋雨呢 主要是指的 奸牢 牢狱 我们今天呢 就是指监狱 所以说监狱里边就空虚 天底下 天下太平 天下很太平 监狱里就没有关什么坏人 夫妻变化之后 变化之后 必有一旧之恩 此贤圣 所以招天命也 这句话是说 跟着变乱之后呢 必然有一乎旧时的恩典 就是接着变乱之后呢 肯定会有和以前不同的这种恩典 这是圣贤君主用来张明天命的 比如说一个皇帝继位之后 他要干什么呢 大赦天下 他其实就是这一点 这就是一乎于旧时的恩典 王者 昭帝即逝而无辞 大臣忧气 交心和谋 结以昌义尊亲 缘而立之 那么这句话意思是说 从前昭帝 汉昭帝去世的时候呢 然后因为没有后继人 没有后继人来继承王位 大臣们呢 就特别的忧虑和悲伤 经过那个交心苦虑 这叫交心和谋 就是苦心交虑 共同和谋 就是共同谋划 都认为呢 昌义王呢 最尊 而且还最亲 所以缘而立之 缘而立之 所以就推举他为君王 这是讲到了 昌义王 为什么会做了国君 做了那个短暂的国君 就是因为这些原因 昭帝死了之后 没有后代 大家觉得他最尊最亲 所以说呢 就原立而为王了 这是昌义王 然天不受命 引乱其心 随以自亡 这边讲了什么东西呢 但是呢 上天不受给他帝王之命了 就是不给他帝王之命 天不受命 然后隐乱其心 就是迷惑败乱了他的心智 于是怎么样 他自取灭亡 后来把昌义王给废掉了 深查祸变之故 乃皇天之所以开至圣也 这个深入考察这些灾祸的 祸变的由来 这都是由于皇天用来为至圣 为至圣开辟道路了 就是之所以出现出现这些祸乱 都是为了怎么样 圣贤的出现而开辟道路的 故大将军受命武帝 拱古汉国 批肝胆绝大计 所以大将军霍光 将这个接受了武帝的一命 因为汉武大帝临死之前 把 就嘱托给了 把这个 嘱托这个 大将军霍光呢 来辅佐汉士 攻古汉国 攻古呢 鼓攻啊 鼓攻 鼓攻汉国 鼓呢是指的是大腿 鼓呢指的是胳膊 这里主要指的是辅助的意思 批肝胆 批的本意是指披露 肝胆呢 比于什么呀 结成效忠 你看忠肝义胆 我们都说的啊 所以效忠汉国 绝大计 那么霍光 就辅佐汉士 竭尽忠诚 决断国家大计 处无义 这个字不念王 他通无啊 无义 然后 霸除无义的 而盈利有德的 利有德 盈利有德之人 赴天而行 然后宗庙已安 天下贤宁 贤宁呢 就是天底下 都得到了太平 他按照上天的意志形式 叫赴天而行 然后宗庙怎么 已安 国家呢 就安定了 天下呢 也太平了 这是讲了 中间呢 中间 昭地 然后又到了 昌义王 然后又到了什么呀 宣地 这样的一个 一个政权交结和更替 这么一个 讲了这么一个过程啊 我们再接着往下 看他下面怎么论述啊 下面怎么论述 这就叫做什么呢 我们再接着往下